大家好,我是Bella。 有大道暴雨,其中,江苏、安徽东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。 今年第六号台风烟花,热带风暴级,的中心27日早晨5点钟位于江苏省宜兴市境内,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,20米每秒,中心最低气压为985百帕。 预计,烟花将先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,28日以后将转向东北方向移动,强度逐渐减弱。 受烟花影响,27日80至28日80,黄海中部和南部,东海西北部,长江口区,杭州湾,山东半岛南部沿海,江苏东部沿海,上海沿海,浙江沿海将有6至7级大风。 其中,浙江东北部沿海,江苏东部沿海和黄海西部的部分海域风力有8至9级,阵风10级,浙江北部,上海,江苏,安徽,山东西南部等地有大道暴雨。 其中,江苏,安徽东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。 中央气象台7月27日6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。 另外,未来三天,内蒙古东北部,华北北部河东部,黑龙江西部,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川西高原,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。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,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40毫米,局地可超过60毫米,局地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。 7月27日80至28日80,内蒙古东北部,黑龙江西北部,西藏东部,华北东部,黄淮,江淮,江南东北部,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道大雨。 其中,上海,江苏,安徽,山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。 黄淮,江淮,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至6级风,其中,浙江北部的部分地区有7至8级风。 7月28日80至29日80,华北东南部,黄淮东部,江淮东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道暴雨,其中,山东中部,江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,局地特大暴雨。 新疆,江南江盆地,黄淮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至6级风。 7月29日80至30日80,华北东部,黄淮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道暴雨,其中,辽宁西部,河北中南部和东北部,天津大部,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,局地特大暴雨。 新疆,南江盆地和东部,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至6级风。 最后拜托大家别忘了订阅点赞和分享还有小铃铛,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视频。 谢谢你观看我们的YouTube频道。 今天的广播就到这里,再见。 再见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